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活干的有点不太好 那大家谅解一下 吃吧 慢一点 胖 胖 吃什么都香 所以长得胖了 通常吃面疙瘩 疫情真没动一次 不知道要疯到什么时候 我去小区邻居那团购东西 他们买的多的 我去从他们手上买一点 小区里的居民好会养花 能拆到袋子里是什么吗 到家给你们看小区里不能逗留太久 出来拿东西看到阿阿妈 好了不笑 坐好 我一会给你鼠低腿吃 坐好 拿东西津津潘战到家了 志愿者还不让在小区里多逗留 这12个包子大家猜猜多少钱 48根火腿肠 这包子12个36块钱还可以 感觉蛮清爽蛮正宗的 他说是早上就寄过来的新鲜的 但是这个火腿肠就有点尴尬了 它是烤肠 这个火腿肠25块钱 我不知道是这种烤肠 我以为是这种带包装的肠 就是小区里的邻居们团购买多了 然后又放不长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就是问小区里群里谁要 那我就说我要嘛 跑了两个地方两家 团购团得多了 就是要买多少钱人家才送货 他们就团得多了 问小区里谁要 哎正好方便 我就懒得团购 为什么 团购他们都订闹钟 凌晨3点4点 我本来最近就失眠 我想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 省得这个太阳穴头疼 我不愿意去订闹钟 去团购 感觉蛮累的 那群里谁要团购多的 我就用这种方式从他们手里买 也方便也节约时间了 你们觉得这两样东西划算吗 还可以啊 现在没有什么划不划算的 能吃到就不错了 现在邻居们都很团结的 给他一包一包的分好 包好了放冰箱里 能吃短时间的 准备开上火 给阿翁煮点鸡腿 煮了有半个小时了 先开盖子看看 熟了吧 蛮嫩的 也算忙了一上午 跟儿子休息一会儿 炸了几个烤肠 尝尝味道如何 刚刚买的火腿肠 现在油炸了一下 尝尝 蛮香的 好久没吃到烤肠了 中午饭不吃了 这就当吃点心的 阿翁煮的鸡腿准备好了 把狗碗拿来到狗碗里 等一下帮你换个你的碗 现在给你煮两个鸡腿 怕你吃不饱 好 吃饱了 以前喂他一个吃不饱 现在喂他两个吧 每天看他酸在这也可怜 家里有吃的就喂他点 吃饱了吧 在喂啊